健保恐怕又要调长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在今天审查国民党提出的健保法修正草案 共列出补典值1.095元与1.1元两个版本 为服部坦言无法执行 如果由政府编列预算的话 将会排挤到其他部门的支出 要是由健保裁员之意 健保费率就必须提高到6%以上 超过健保法锁定费率的上限 对民生经济影响很大 国人到医疗院所看诊 多半方便 但台湾健保体系正样改革风暴 因为健保给付点值长期在1.1元以下 导致许多医疗院所经营越来越吃力 服动点值大概不到0.8 1.1元本来就是合理的 你看到今天你去7-11 你去任何的超商 去任何的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他说我的定价可以打折吗 为了支撑医疗体系 国民党立院党团提出两版健保法修正草案 保障点值1.0.95元 或1.1元 如果要编列额外预算之印 分别会增加705亿 以及1155亿 恐怕会排挤其他部门支出 但如果不编列额外预算 由健保裁员之印 健保费率是调涨到6%以上 又超过健保法规定上线 明年就得调涨保费 所以很快安全准备就不够了 大概只要一个年度安全准备 就会低于一个月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调保费 这个影响到甚至 这个比这个电费的冲击 调涨的一个冲击 甚至我觉得更深远 因为契乐部应要负担 60%的一个健保费用 这成本会不会转嫁到 我们民众的身上 政府应该去检讨 真正在健保法里面规定 不给付的项目 他们是不是要依法落实 最终立院审议健保法修正草案 要三案并成众出委员会 进行党团协商 掌健保签议法动全身 势必影响民生经济 该如何永续发展 得多加商讨 谢谢陈琳 叶玲帆 太平报道